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的話我要來順便解那個 我們Mayday的轉蛋Day 然後順便要來一起升到240等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剛剛我已經有零到天氣了 所以看能不能再半小時真的升等 雖然說我覺得有點難啦 對啊我們還需要還任務什麼什麼的 那今天早上我 在解任務的時候 就已經有解好一個了 好轉蛋Day 好卡住了 呵呵我們等他齁 然後吃加倍 喝藥水 很久 沒關係那我們就先來打怪唄 如果說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快 就可以升到240等 我一本其實已經打算卡 卡 應該是卡238很久了吧 我也忘記我卡239 我也忘記我239的時候 在幹嘛 反正 我記得239沒有來台去 就蠻快就 蠻快就 蠻快就上來了 對 蠻快就賣了240 對對超開心的 分不分就新地圖 真的是超好練的 好忘記接任務 呵呵 好忘記接任務 呵呵 欸 欸 卡住 晚上很卡呢 上週還沒那麼卡 那其實上週 我有在做代解的服務 對那上週其實 還蠻感謝大家的捧場 對 我從 早上 應該算10點 我其實9點就上線了 上線之後 先看看廣 看怎麼樣 看看價格跟 跟那個等級 對那我發現等級大概是落在 就是挖掘2那邊 就是190到215 還有另一個是 就是後來新發現的一個地方 是那個 鬼怪 鬼怪 鬼怪屋子吧 對 桐花村那邊的黃色鬼怪 那邊的怪好像140吧 所以是 介於120到160之間 對那 因為那邊的話其實很適合昌龍 那邊圖就只小一張而已 所以 所以 蒼龍轟是直接就是 可以轟到整張 對蒼龍就整個超方便 然後 超快速代金 對那我後來是選擇了挖掘 因為挖掘的話 我其實說真的 我還沒有用繩子子打過挖掘 我一直以為我打挖掘還蠻輕鬆的 沒想到 他的圖的 分佈就是 三大牌 對那這三牌就很尷尬 因為其實我在練整的時候 我很習慣是一個循環 對就是繞圈圈的方一個循環 所以通常兩牌或四牌我比較能接受 所以他是一個很尷尬的三牌 然後他又很長 所以其實 嘖 其實說長也不會啦 就其實跟這邊 跟這邊的長數值差不多 對 就很像是這邊三個平台合在一起 對那 但是還是沒有到很好跑 因為畢竟是三牌 對然後 嘖 就打著打就覺得 嗯 感覺就是裡面有打得很快 對 雖然說大家的評價都還不錯啦 都說我打得很快啊 很感謝我覺得 但是 嘖 可能這邊打習慣啦 絕對就是打裡面有點慢慢的 但是其實還能接受啦 至少 可以在半小時的時間完成 那時間大概是落在25分鐘之內 對那就是要看有沒有卡龍屋之類的 所以最快的話 最最慢應該是25分鐘啦 啊最快的話 可能20 20出頭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其實還行啦 然後我從 10點之後才找到有補 然後 10點打 打到12點吃飯 休息1點繼續打 然後 1點打到 下午4點 對所以總共是5個小時 那在這5個小時之內 我總共賺了69億 哇真的是超級多的 我就代解 他一個人收1.5億這樣子 對然後就總共收了 69億 對 其實有些是手續費扣掉啦 所以其實沒辦法整齊 對那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 因為他是 很多隻 他好像 11隻吧 對好像11隻還是12隻 11隻的樣子 對所以 我有算他比較便宜一點 就 他每一隻就是1隻1.21 這樣 那其他人就是1.51 這樣 對那圖中就是 我也是有帶我姐 那我姐也有幫我就是 有幫我廣告一下 就 有路人經過 就是說這邊有帶姐 然後我有帶他分身 對 所以就是 其實 其實 神體來說都還蠻 人都還蠻多的 不會說有 就是帶很少人的情況 通常還是 其實還是會有 只是 沒有很平凡 對通常還是幾乎是滿人的狀態 那 到 下午的時候吧 哇那個時候人真的是多到說 喔 客滿 那個時候有 開廣 對然後人滿到說就是 就是有 有密我的 對然後他們來了 對然後 煮完之後 煮完之後 有人是 可能是趕路吧 用走的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問說有沒有 對我就說 呃不然是客滿 哈哈哈哈 對阿這人真的超級多 對那 在 下午1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早上我都沒有怎樣 對 早上我都打得很順阿 也沒有說特別不舒服什麼的 對然後中午吃完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休息之後過了 就是等到1點 因為我12點到1點就有休息時間 對 1點之後開始開打 對然後 打到大概1點15分吧 我就突然覺得我的肩膀很痠很痛 就想說怎麼回事怎麼突然這樣 對然後就沒有特別去理會 我還是繼續帶了 對然後 晚上之後就發覺不得了 我的肩膀是整個僵硬到爆炸 就覺得有點像是那種 超級落枕的感覺 就是 我的頭順 欸應該怎麼講欸 垂直向左向右跟水平向左向右跟頭往下都會痛 對那往上是不會 但是我往下會痛 對那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MD造成了 因為以前我也帶過MD啊 而且以前帶的時間好像還比較長一點 就是不但有休息時間 而且晚上也沒有帶 我記得以前我帶的時候 雖然說沒有從早上帶 但是我從中午帶到晚上 就是幾乎也是一定的 對那之前也沒有這個狀況 就一整個就莫名其妙 那其實 感覺啦 就是會 會引發這些的原因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 呃 就是 可能 可能 可能有 等我一下喔 我現在 打不到天氣了 我在想說為什麼等級範圍只有 等級範圍只有一排而已 我想說我是露街人物了 這個不對啊 那個是 挑戰隊的 然後我天氣怎麼突然消失了 我天氣怎麼不見了 我天氣呢 我還要急硬幣欸 什麼神奇的霸凌 好 好 算了 不重要 我講到哪裡了 以前帶MD嘛 對阿 就是 欸 對講過了 然後 就是 會發生這件事情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是 可能是真的打MD 但是 不太可能 因為 我其實幾乎每天都坐在電腦前 對 然後 就是 也沒有像以前的那種空 對 就突然來一天 應該也不至於這樣吧 雖然說我們不太清楚 對 那叫有可能是睡姿 對 就是睡姿不良姿 因為我其實 很長側躺或發躺 對 但是其實我睡覺起來的時候 也不會說到身體特別的 要專費通知 對 所以也不太確定 然後 再來也有可能是跟坐姿有關 因為我其實我椅子壞掉了 對 那也還沒有時間去買新椅子 因為我其實之後要打他換宿舍啦 我是有打算說 等換新的宿舍的時候再去換新椅子 對 那 這次就是還是先做 原本宿舍的舊椅子 那其實真的是 喔 有夠 有夠難做的 對 難做這個爆炸 屁股非常痛 屁股真的超級痛 它那個椅子的那個 座 它那個座椅很小 然後旁邊又是硬的 然後你做 就是做久之後 也不用做久 你做大概半小時 屁股就超級無痛 對 然後 就各種原因啦 所以不知道到底什麼原因造成 對 總之我賺691 對 相當的代價就是 我是痛阿爆 呵呵呵 然後 我原本想說 痛就讓他痛啊 反正一兩天就好了 結果 結果沒想到痛還滿 滿多天的 然後我禮拜 禮拜二代解嗎 禮拜四的吃 欸 140嗎 禮拜五 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回家 對 回家去我們家附近的一間 針灸店去針灸 嗯 去針灸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 有想過要針灸 但是沒有想過說 它到底 有沒有效之類的 反正就是去看看嘛 就是試試看 對 然後就跟醫生講狀況阿 然後他就幫我 雙手 手 大概是接近手肘 欸 欸 手 手腕到手肘的中間 然後比較靠近手腕那邊 的正上方 他各差一根針 對 然後他就開始轉 就像是 就像是 開瓶開那樣子的轉法 對 然後就是 瞬子掌逆掌都有 他就一直轉一轉一轉 然後就跟我說 叫我頭動一動 對 就是 頭往左往右 就是往那個會痛的地方轉 對 然後就是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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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對 一開始真的很痛 對 然後醫生也是一直轉 然後我的頭也是一直轉 漸漸的我的頭就完全不會痛 我天啊好神奇喔 我原本 頭只能 稍微的彎一下下而已 對 然後後來 對 就原本 好我先開箱 對 屁話太多了 先開箱 喔 兩個武器耶 喔 三個武器耶 恩 好我講到哪了 嗯 其實說真的 邊講邊打一聲 就是很很很很很不專心啊 就是都沒有照正常放下去爆炸 不過沒關係我覺得 還是跟大家多哈拉好了 不然就是讓大家一直看我打怪也是很無聊 對 好 講到哪了 欸 欸 針灸嗎 對 一直轉 不會痛 欸 對 就是轉到不會痛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就是照一聲的指示一直轉 然後就是完全頭真的不會痛 天啊太神奇了吧 對 可是 在就是脖子不痛的情況下 我的手變成整個超級痛 他就是 真的那個地方 我會不自覺的 就是 然後會一直出力 然後我的手就變成超級無比酸 就很像是 你完全沒有暖身 然後去舉那種超重的壓力 然後舉很久 然後舉到就是 你的手就是已經 累到無法舉起來的那種程度 就是一整個超級酸 超級緊繃 超級痛的那種感覺 對然後我就 就 真的是 然後醫生就跟我 就 就是他在邊邊轉 然後就是邊講說 很緊喔 你手很 對應該就是 也代表說我肩膀很緊的意思 對 就可能是平時坐 坐電腦坐太久 沒有暖身 對 所以就可能肩膀很緊繃之類的 對然後 增完之後就好多 哇天啊真的很神奇 超級無比神奇 對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哇天啊這珍珠這不太猛 可能是 神奇意料方法 對然後後來 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 我有的時候在 就是那個時候 還沒賺錢 我會在宿車就是 動動我的波子 對做一點暖身操 上網查一下有沒有什麼 然後 然後做完之後都會覺得 吼有一點點暈 有一點想吐 對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 我轉完了之後 醫生 就是我也有發生 這樣子的情形 我就跟醫生講說 那個 我現在有點暈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可能是暈症 對 我不太確定 我平時在宿車 想吐的原因 跟那個有沒有一樣 但是 醫生就說 我當時應該是暈症啦 就是可能有點怕怕的 所以有點暈症 然後就跟我說 叫我在那邊躺一下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小床 然後我躺 然後醫生人還不錯 他還有給我吃一顆小糖 然後還有 倒一杯那個 溫熱水給我喝 對啦 醫生超新興 然後我就有稍微問一下說 問一下醫生說 我這個原因是大概什麼造成 他就說 主因應該是睡姿啊 對就是睡覺的姿勢不良 雖然說 我還是不是很亮一點 就是 也不是很亮 我還是很無法理解 我覺得我個人的睡姿其實還算不錯啊 我的 我的 枕頭都還會有 就是 就是有刻意去 墊高 可是又不會墊太高 然後我正躺的時候的高度 就是 呃 我正躺是一顆枕頭 然後我側躺之後 我還會變成兩顆枕頭 然後第二顆枕頭就是 也是扁扁的 不會到太高 對 對 所以就是 我還會刻意去 針對撤睡還多加等候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而且 睡醒我不會要算被控 所以 我很無法理解 到底是不是 睡覺造成 對阿 所以就 如果我還是最近還是會多多的 觀察一下 我的睡姿 看看會不會 會不會有什麼姿勢是讓我受到補助 雖然說目前就很安穩 我也不太確定 對然後 也有問醫生說 長期用電腦有沒有可能 他就說也是有可能 對 可能就是講了很多原因醫生都有可能 呵呵呵 所以沒有任何原因是有辦法排除人 對阿 不過其實很正常阿 這種東西一定都是會傷身的阿 總不可能有什麼東西是完全不會傷身的 對阿 一定都會有 對阿 然後就 然後就 那個時候整晚就完全不會痛 但是 躺在床上 然後躺個五分鐘吧 要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 嗯 就開始有一點點痛 對然後後來醫生就是有建議我說可以去推拿一下 對然後我就有去推拿 因為他們旁邊就有一間 小診所 是推拿的 對 然後我就有去推拿 對喔 推拿真的是 有夠痛 痛都爆 那是什麼 喔 真的 衝到真的會想挨出來的那種 喔 真的是有夠痛 對然後雖然說他幫我壓的地方不是肩膀 我是 我是脖子痛 可是他其實沒有幫我壓脖子那邊 也沒有壓肩膀那邊 他是壓 就是 背後那個 就是我們手的骨頭那邊 就是 手連接肩膀 後面不是有一塊骨頭嗎 他就壓那個 差不多那個肩膀 然後就 喔 然後壓完之後其實 其實他壓的時候很痛 可是很舒服 對然後 壓完之後就會有一種 嘖 我好想要再給他繼續壓的那種感覺 對 這就是可能已經療程結束 他就沒有幫我繼續壓 對但是 舒服歸舒服 但是 壓完之後 我肩膀還是好痛 不是 起碼波仔還是好痛 對而且 而且反而還比 那個什麼 針灸錢 就是 也不是 應該是差不多 跟針灸錢差不多痛 對然後就 嗯 不知道是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我 我 不適合 不適合推拿 還是說這可能是正常的事情 對然後後來 晚上真的是 有點痛 然後痛到我 因為我後來就 我就 就回家了 然後回家之後還是很痛 碰到說 我吃完 吃晚餐的時候還有點吃不下 對然後 吃完晚餐的時候 我還有去 一趟針灸店 去問一下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針灸 呃我是不是不適合朋友 雖然說 我也沒要找醫生了 對 因為醫生不在 然後我就沒有問 然後我就有問那邊 櫃台車也問說 那個什麼 就是我 中午有來針灸 可是 就是 波子斷透 有來針灸 然後現在還是會痛 這樣是 是什麼癢 是什麼狀況 然後櫃台車也是說 這樣是正常 整晚 整晚的 剛整晚的那一天都還會痛 對 晚上休息一下明天就好了 對 雖然說我覺得他在敷衍我 我覺得沒有那麼神奇 對 然後後來就 因為就 當天來回 所以晚上我就回宿舍了 回宿舍之後 整個還是整個很痛 對 然後後來 回宿舍之後 有些同學宿舍 稍微討論一些事情 對 然後還是有點痛痛 對 那後來 後來討論完之後 有在他的宿舍看動漫 對 原本我沒有要看 我只是 看他們在看什麼而已 結果就不自覺被他們吸引回去 呵呵 然後我那個時候 坐的是坐在他們的 我同學的那個 沙發上 我是側坐 對就是 我們通常 沙發是正坐 然後可以往後躺 啊我是側坐 所以是側著他 對 然後就不自覺的側子躺 看了半個小時 對 然後起來之後發現 喔天啊 那個腰有夠空 那個脖子有夠空 對 然後就回去睡覺 所以然後隔天睡醒之後 就發覺 嗯 真的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真的沒有那麼痛 那麼誇張 對雖然說還是會痛 但是 沒有那麼誇張 對結果反倒是 我的腰很痠 呵呵呵 可能是因為昨天 躺在沙發的關係 側躺在沙發的關係 然後 左邊的腰很痛 然後 左邊的脖子也 比右邊的脖子還要來得痛 唉 我已經 屁話了 20分鐘 對 我現在只練到 24% 我覺得好慢 呵呵呵 真的是 太多嘴了 唉 忘記跑得過了 糟糕 又滿了 怎麼回事 怎麼算空了兩回 然後 然後 雖然說 早上睡醒都比較不痛 但是 坐在電腦前 用一下電腦之後 又會痛 所以就變成說 會痛著我 就會躺 躺回床上 就是躺著 對 然後就會覺得 喔 波子好痛 可是波子獲得了 獲得救死 對 然後躺個半小時之後 又起來 又不會痛 然後又繼續用電腦 然後用一用之後又會痛 又開始躺進去 對 就變成是這樣子的規律 然後就變得很奇怪 只要越晚 波子越痛 早上覺得還好 但我覺得有一點痛 晚上就痛了 寶寶 對 然後我就在想 怎麼辦 我會不會復發什麼 我要不要回去再 再回去針灸 因為針灸好像聽說是要 長期治療 就是 可能沒過個三到五天 就要回去復診 我又考慮 對 結果隔天睡醒 你又不怎麼痛 又更不怎麼痛 對 就到底 在想到底有沒有需要再回去針灸 對 可是 可是用電腦又好痛喔 然後越晚又越痛 對阿 就很煩惱 然後直到禮拜日的時候吧 比較日的時候 就其實出往很多了 其實其實 已經可以在電腦上 做一段時間 然後都不怎麼痛 雖然說屁股還是痛到爆阿 對 但是脖子至少不會那麼的痛 對 就至少 屁股痛的時候 脖子還不會痛 前幾天是屁股還沒痛的時候 脖子會開始痛 呵呵呵 對 所以就 還是有差阿 還是經濟有在扛股 雖然說我現在的左邊的牽毛 真的還是很 還是會痛 但是也不會說痛得那麼誇張 對 不過我覺得可能是 沙發那個時候真的是 有傷到一點 所以就比較痛 對 然後也是有打算說 下次回去的時候 要去爭一次 我9號的時候 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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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幾天 也就順便剛好去爭取了 呃 呃 這就是我 這一個禮拜的 慘痛經驗 對 雖然說 我天啊 我的身體也太虛了吧 只是 玩五個小時 欸 呵呵 我現在 完完全全的把 把過錯全部推給我的座子 我真的覺得這椅子在讓 然後爆 超台灣那個椅子 有時候把任何的過錯全部推給這個椅子 有時候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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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 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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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忘記 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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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BUFF突然就不見了 冰魔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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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